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让升降 着陷愁坐 然后为之礼乎 而以为必行醉造 直以悦 坐中古 然后为之悦乎 言而可离 离也 行而可乐 夜也 圣人立此二则 以公己难面 事故天下太平 万国顺服 百官臣事 上下游离也 这条出自见识孔子嘉宇 这个诗就是子章 他的名叫诗 那么这条讲啊 子章向孔子请教 孔子章 兵主拱手相让 上座下座 相互着酒敬献 这样才叫做礼吗 你认为一定要五者排列好行列和位置 首拿字语和乐器 即明中古 这样才叫做夜吗 说出来的话 可以践行 就是礼 施行起来 能够使大家欢乐 就是礼 圣王 能勉励做到这两点 以恭敬立己的态度 居于地位 因此天下得以太平 各国顺服 百官 尽职尽 上上下下 都有礼节 那么这条啊 讲这个礼跟乐 他的实质的意义 就是不在意啊 形式 重要的 有他的实质意义 实质的内容 所以这个礼 就是一个帝王 领导人 说出来的话呢 大家能够去做到 能够实行 这个就是礼 这个政策啊 实行起来啊 那么使大家能够烦乐 大家都很欢喜 就是礼了 所以不是说 一定啊 要一个礼的形式 或者呢 要这个 一个夜团啊 来奏夜 这个 才叫做礼夜 那 所以把这个礼夜啊 他的精神啊 给指章来说明 这是礼夜啊 他真正的核心 内涵 那么这个是我们 大家都必须学习的 就是 说出来的话 可以做得到 那么 做起来啊 大家呢 都欢喜 那么这个 就符合啊 礼夜的精神啊 不一定啊 这个 把一个礼的形式啦 或者呢 这个 夜团来奏夜啊 那这个 才是礼夜 好 这一条我们就 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尊长 滑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